在盲弯车道惊险超车 结果造成两车对撞 一辆深蓝色轿车行经台21线 台中新设天冷路段时 疑似为了抢坏双黄线违规超车 对象重击歧视反应不及直接撞上 头部撞击车体和一旁护栏 当场倒地不起 影片PO上脸书之后被网友痛骂 这根本就是无差别杀人 山区下坡路段才刚转完 前方蓝色轿车跨越双黄线 驾驻超车 后方骑士才刚冒完意外发生 发夹腕右视线死角 对象终于骑士反应不及绝撞上 头部猛力撞击车体和一旁护栏 骑士被夹一骑车和护栏之间 痛得面目争铃无法言语 路过民众上前帮忙气得大骂 肇事驾驶 你在干嘛 你干嘛 你不想喊嘛 你这样撞过来 车货意外犯在28号上午11点多 台21线新设天冷路段 驾驾驶为了抢快双黄线违规超车 那样成两车对撞 受伤骑士四只插伤紧送以后 幸好没有搭爱已经返家休养 是小客车跨越双黄线违规超车 除1200至2000四的罚款 教室驾驶士九年四姓杨谭子仁 当天重新设帆又结束下山准备回家 一时贪快加上对路况野兽 早信后果造成骑士撞击受伤 错对赔偿人车损失 还得持上一张2400元违规罚单 接下来是我们的台中 苏母岛